作词 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觉得老师对于学生 不管是自己的学生或是 甚至不是自己的学生 我觉得他都是对学生都很好 然后会无私的奉献 吃美食吧 非常喜欢吃 很时刻他都想要跟大家分享 没错 其实在老师生病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去医院看他嘛 那每次去医院看他 要去之前老师就传讯息说 你今天可以帮我偷偷带 偷偷带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记得有一次我们带了冰过去 然后我们就说 老师我们今天有带冰欸 可是你好像不能吃 结果老师就说 赶快拿来给我吃一口 等一下我妈妈进来就不好了 所以老师就算他是 就是在生病期间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拒绝 他喜欢吃的东西 在我要出国的那个暑假 我就有来找老师 结果老师那个时候就拿了一份礼物给我 那个时候觉得很感动 因为老师还跟我说 他说因为我没有小孩 然后你们对我来讲就是我的女儿 我希望你们在国外一切都非常的好 可以学成归国 我那时候就抱着他 抱着他哭了十分钟吧 老师就说你可以 你哭够了吗 你我们可以去吃饭了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蛮大的鼓励 真的 我很想念老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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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